穷到只剩一千元 还能让六岁的儿子大口大口吃饭 单亲爸爸黄先生很感谢自助餐老板 安排他到店里打工 换取父子两人的三餐温饱 住的地方只有三坪的顶楼加盖 家具简陋床单破损 衣服也只能晾在房间 空气里充满着美味 谁能想象穷途末路的黄先生 过去曾经是知名食品公司负责人 自创的麻辣酱料 让他赚进一桶一桶的金 风光荣获桃园的金牌好礼 但三年前疫情爆发 公司突然倒闭负债千万 妻子不堪压力选择离开 黄先生唯一能留住的 只有当时三岁的儿子 单亲爸要还债还要维持生计 白天陪着儿子晚上趁着他睡着 偷偷跑出去上大夜班 结果健康亮起红灯 好在单亲爸遇到了善心老板 帮他安排职缺 还在脸书社团号召爱心 协助小孩上安亲班 办理户口入籍 生活才慢慢步入珍贵 原来这名暖心的老板 曾经是细致淹水的受灾户 过去曾受到别人帮助 如今有了能力 继续把爱传递出去 也让曾经掉入谷底的父子两人 再度看到希望曙光 三立新闻该寒人林一军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报道